你不是有个室友吗 室友 不要吓我 那种室友 是不稳 不稳耶 那Crick的事情是 让外加钱哦 蛤 几点了哦 还不醒啊 怎么哦 今天有拍摄啊 你忘记了啊 蛤 拍摄 哇 这么迟了 我们越了达达 你忘了啊 蛤 达达做什么 我们越了达达 还要试驾的新车啊 哦是哦 走哦 哇 我的车快在这里 怎么这么乱 你忘记了啊 你昨天做备计叻 哇 够力哦 我还没有跑哦 没有帮我收拾 是这样走了 啊 不用紧 你去洗手一下我 是不是 我还你找我 不不不 啊 不急啊 不急哦 这么 都可以肮脏 表错 还有粽子啊 中脆间 都来了来吃粽子了 呦 真的是了 哦 好了 好了 喂 喂 你说是桌子了 真的没有桌子 真的地上了 不急不急 我一家坐 我一家坐 我们赶时间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哈喽大家 我是 Krrrrrrr Rrrrrr Rrrr 耶 看到我身后什么车票 OK 这个是 JB YouTuber 最喇喇的车没有啦 哈哈哈 上一集是 Chow 所说了嘛 我要拍完全部 YouTuber 的车系列 现在我们就要邀请这个 JB 他们讲什么啦 高富帅 又有身材 又有钱 然后每年都换车的一个人 他曾经有驾过 Mercedes 啦 Nexus 啦 Toyo 阿尤 啦 Audi 啦 还有 Mercedes 这次就要开箱他这个 Grand Coupe BMW 840i 我身边啦 我可以讲 在马来西亚蛮罕见的这辆车 有请我们这次的 JB 高富帅 高富帅 啦 耶 不莫神 OK 你讲全部Prent有驾过了吗 法拉利跟Lambo 是 Zion 啦 还有这个能力 多几年就有可能我们可以一起一驾来 加油 加油 今天把我请来 K.O 是什么事 很明显是要开箱你的车咯 因为最近看到你的 YouTube 有拍一集 你老婆 approve 你买的车咯 所以我要尊重她 不 approve 我就是 所以不要买 嗯 这个好老婆 就是自己加加 想办 其实哈 在这车里面 哈哈哈 其实我买了 我才问她可以不也没有 哦哦哦哦哦 其实我蛮好奇啦 你看到你驾过这样多辆车嘛 其实还有驾过 C Coupe 啦 还有驾过 Lexus 高的车 车 可是到现在哦 可以选择这辆车是为什么呗 因为我其实想要一个可以使用驾的车 然后我还参考到我这个年纪 我不要一直去驾 Uncle 还是什么的车 你驾出来会给你讲是 诶 你是爸爸的车 对对对 不会讲过太多次了 我们男孩子一定想要一个比较帅的车嘛 我就讲 诶 有孩子了又帅 我还有什么车可以买呢 我本来是参考几辆车 因为同价位的车 我可以买到Trakern 我可以买到很多的SUV 我也可以买到这辆 然后我也可以买到LC500 哇 LC500 然后我其实在纠绝LC500 跟 AMG GT 跟这辆 三辆车最实用性肯定是这辆哦 对 还有Trakern也是很实用 然后我一直暗示我的老婆就是Trakern可以买 这样不喜欢佛学 她讲得像亲王 可是我又很喜欢Trakern跟这辆 然后我最后去讨论到来 我很怕电池车还没有很成熟 然后要找地方车也很难 所以我过后就选这辆咯 因为啊 为什么我自己想开一辆车 因为我知道达达了 他买车了 他就落地会就改了的 所以他这次已经是有改了 我今天改了什么叻 我就是改了后面 这个Diffuser 还有这个飞机围 还有旁边的Side Skirt 还有前面的Lib 还有旁边这个不懂我叫什么鲨鱼孔 装逼用罢了 装逼用罢了 然后还有这个Side Mirror 对 内饰的话我是改了里面的Sair Ring 还有里面那个水晶的Gear Note 真正也是有水晶的 可是真正你要选配的话 我听讲要多选一万 算一万的 原厂的啦 可是我改的话是算钱多块 所以它的材质是一样的啦 它不是真正的水晶 其实真正原厂也不是水晶 就是那种有点链子的样子 它是一个空前的东西 哦 空前的 就是美吧 美吧 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到B&A View那次 也是这样的啦 它是操控性跟Sport为主啦 Sport为主 还有沥水 大概是我看网上是300多匹 对 300多匹 然后扭力蛮高哦 500扭力哦 好像是差不多这样子 是 有点忘记啦 你们可以把正确的那个答案放在这边 他们懂得要那个车款嘛 因为其实我买车是要外形嘛 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没有讲究那个速度 我注重在那个体验 因为我买TAP-I是它的体验嘛 是 我没有要去穿几块啦 所以我改车我只是改外表吧 我里面我会保持它的原装 因为我自己的卖键是 如果我要它里面的东西好 嗯 就资了点钱去买好点的车 车 我啊 我是这样的理念啦 跟别人可能不同 嗯 因为它这辆车 我觉得他们买 你算是二手嘛 对 你们去看价钱啦 真正来讲这辆车算是接近百万的 整百万哦 现在你买新车花一百万哦 一百万新车咧 对 你是叫百万跑车咧 bro 百万轿车咧 bro 可是牛啦 像Rucon的话平很多哦 就可以折五十多巴仙折六十巴仙啦 所以因为我买四百多嘛 哦 这样真的是很值得 对 是值得 我觉得它改善 我看两百多可以顶很久啦 我还是有算的 那个东西 精明的消费者 而且我有在算 因为哦 它的双车咧 它其实VM 你用来用去 你维修顾一道都好 而且它的引擎 也是成熟了 在VM 里面来讲 OK 好 我们就问完问题了 现在就是像我们的环节 对 Test Drive 我每次Test Drive 都是给他们先载我 然后跟我讲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 因为我没有叫过VM 讲真 我讲那么大 我没有叫过VM 我做多个价 我们会解释一点点 然后 靠我价 OK 我来补充一点 就是我会买这辆车哦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它的车壳啦 是用卡本跟什么泰金属做的 所以 它架起来会比较轻巧 比较灵敏 它这里有一个标志的 哦 这里 看到了 看到了 是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是什么 OK OK 好 是有做功课的 对 我做功课 讨历好好才会买这辆车啦 嗯 OK所以我们去试驾 Let's go Let's go OK 我们下车就帅了 有Dolly 哇 神秘嘉宾耶 神秘嘉宾耶 因为本来我越打打了 我怕Dolly 因为她怀孕 怕不输 OK 顾客 你讲一下为什么 你不要给我买车坑 嗯 我不要给你买车坑 是啊 我们刚才有讲到 他讲他本来这个车架 他有选Taycan 还有这辆车 对 他讲 你有一点不喜欢Taycan 我觉得VM的气质 会比较适合打打 嗯 打打又帅啦 啊又轻轻啦 我觉得这辆是比较适合他的气质 我很喜欢Taycan 我是很喜欢Taycan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在于马来西亚的那个EV还没有这样成熟 对 而且我听我朋友讲 我问了啦 他讲不要独立买马来西亚的车啦 如果你马来西亚你买的话 是很贵 嗯 新车很贵 新车很贵 应该是五六百千车 还没有选配 因为Porsche有一个不好点就要选很多东西 你控车可能是价有价钱 你选配要来多百多两百钱 对对对 太可怕了 我叫Porsche的人肯定懂 啊 我还在聊天 为什么你会approve这辆车 大概讲可以啦 因为你有这个影片讲过嘛 你也可以看他的影片 其实讲真 要一个女孩子去approve这个车啦 代表他真的是对这个车有感觉 对 等到一开始他给我看照片的时候 我不懂这么会被这辆车吸引掉 哦 因为我很少会喜欢一辆车 是 然后拍中国车 我都以为就把我看那个车 然后尤其是他那辆走牙 对对对 然后 然后他这辆给我看的时候 我说哇这个OK哦 嗯 我看到这辆车的屁股的时候 我就很想拍 我觉得很想拍照 SATA买过两辆车 我坐到都很不舒服 因为驾驶的人 他是感受不到那个坐的人 对 然后我是坐在旁边的 一直坐到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会嫌弃 我就不想坐完那辆车 哦 然后我来坐另外一辆车 他又不喜欢那一辆 哈哈哈 所以就有冲突 所以他就买了这辆车 后就讲 坐上去我又觉得舒服 嗯 然后外观又很帅哦 嗯 主要是实用性啊 至少后面他两个门 以后再开始是方便的 你们认为现在是这样的吗 两个门的车都比较高 然后两四个门 又有这样的空间 跟这样的沥水 跟这样的样子 这样的门 非常值得 对对对 我再来讲一下这个操控的东西 所以 给他驾下去也不用 像驾驾 这样子压力啊 哇 有压力哦 因为这个是不用压力的 是 你不用自己换驾什么 好多多的话 驾罢 然后看了什么体验 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也驾这辆车 哦 所以有驾过这辆车了 有 没驾过机我的驾车 因为我去喝酒 我就给他驾好了 你手牙的后我不会 所以我就很愿意做这辆车 这辆车啦 我在第一次坐上来 它会很窄啊 有时候我们进那辆车的时候 感觉到就是它太多东西了 很窄 因为我没有驾过BM 很少很有驾驾车 所以一直给人家灌输 觉得BM 里面就是还好 可是这辆 因为改了那个摄影很漂亮嘛 然后它这个水晶灯啊 它这些新的配置啊 会让我改过 就是它的BM 来讲啦 因为以前BM 讲 一、二、十年不换的 它里面 来信没有变 然后它的椅子很舒适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Mode 舒适 这样子的感觉 它不会给你是那种 Sport 系这样子的 很难做的 对对 如果你要Sport的话 你可以直接买M8 哦 就是这辆的最高配 对 它是直接是那种 很Sport 的椅子啦 哦 ok ok 就像M5 M4的那种椅子啦 柳林你后面会怎样的感觉 我有一点也吓到是 看其实还蛮深的 然后我们很强 还没有压迫感呢 然后椅子我们是常常要跑 远途的人嘛 然后我们坐后面它其实是蛮深的 就是远途后 ok ok 我有发现到它这边跟别的车 不像是它后面可以讲是坐两个人 它不是坐三个人的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中控 是可以按钮啊 放东西啊 车电啊 然后它感觉就是那种老板 还是identif那种 CEO 后面坐的那种感觉 那种司机在前面 一加上来整个那个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因为这辆车它其实是要拿一份Panamera 所以Panamera它早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嘛 后面坐两个人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买堆是因为你们孩子说 一两个月就要注释了嘛 对 所以你们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点的车 可以收纳东西也比较好 对对 因为我看到刚才有去开了一个部门哦 哇它的后面 可以放一个 baby 的那个车车 它的后面行李箱是很大 超大 它可以塞两个大行李箱 再加手拿包旁边 哇 这个蛮适合你们 因为你们基本上两三个车车都会上下可以要 然后像现在不JB 这样子的我觉得都蛮适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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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在SUV 还是有保鲁柱啦 因为它很实用 是是是 可是我们男人就有让我们热血很想要玩 嗯 对啦 因为SUV 你想玩 就玩不到哦 玩不到啦 其实我们这个岁数如果喜欢车的很有 我们可能会想要小改 还不看点 有时候我们大孩子去驾车的时候 我们是有时候想要客车的一个的 对啦 对啦 它就是跟他说 就很辛苦咯 就还是有一点点不爽啦 就是会痒 会痒 痒痒 痒痒 会痒痒 痒痒痒 痒痒痒 因为我们常常上还会都需要比较有一点点利税的车货 我刚才看你啊 对它车比较长一点 所以你驾这辆车 你要把它当成一辆 像小VAN或者是駕Alfa这样来家 因为它的长度跟Alfa一样咯 真的 放在旁边 好像还长一点 放在旁边就很像两两一样大车 可是它长不是身体长罢了 它的轴距也长 就是那个轮胎跟轮胎之间很宽 所以你转Utel 你要小心旁边Dividend 要出外一点 因为听他讲好像是 他自己先有长长去Dividend 不论是轮胎转上去啦 哦好 幸好没有什么事 因为你刚刚不到我给他 因为我有做过S Class 所以我感觉到它的等级 是有在跟它一起并排 所以它不是S Class的Segment 它是CLS的那种 哦哦哦 哦 OK 它的风架位啦 它在这边有很多扭的东西 你有会用到吧 通常都不会按 只是打牙吧 然后这里是它的Mood SPORT啊 它的Comfort啊 我通常都是Comfort啊 它有一个东西很帅 就有一条声音可以就哄车 哦哦 这个其实其实B&N早就有了啦 就是你这样子转 就一大声 就是这样子咯 就是这样子咯 就是进树 然后喷着一个火带 这样子转哦 就一条大声 这样转一个 它现在是没有声音哩 这样子点就开声音 可是现在没有开歌啦 你开个这样子就转转转就大声 你转这里就小声 哦可是它真的有Sensor诶 就不懂哦 应该是这里黑色的地方 一个Sensor出来了 发现到这个东西啊 其实哦 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关掉车 或者是调大声 因为我们讲话 推手画脚嘛 我们这样子啊 讲话讲话啊 它就 Sensor到 我们应该没有动作 什么东西注意我就 我就来了啊 它最紧张的时刻了 就换位了 换位啊 一件东西就是你要注意 以后要锁帅 锁帅啊 要这样子啊 我要再摸进楼一站里了 然后放一杯水那边它会不会倒因为 我们放你的酸奶哦 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的酸奶 imaginar说要开了 加油 SS2有 噢S2有啊 SS2有 然后居然有 JB statements 有 慢慢来 瞧老板车轮坐老板 把广告拆这边 然後给我月配鞋啦 OK我来跟这车 rem 耶 哇 哇真的是坐过来啊 感觉阿 感觉很不一样耶 你的扭全部都是 就是一手都可以摸到的感觉 哎呦 屎哦 我刚想到一个东西 等一下 可以 诶 问你一下那个 那个家怎样啊 我的家那边 你家 你不是有个室友吗 室友 不要笑 我的那个室友 Dreamy 啊 哦哦哦 OK OK 小手机啦 看小手机啊 哦哦哦哦哦 哦 有在做这东西咧 对啦 当然 Dreamy Bot 全新推出的L20 Ultra 这个称为Dreamy配科技的产品 能够真正的达到解放双手 它们的Mob Extents技术 实现了极致的贴边清洁 它们会识别边缘和角落 将拖把延伸至2mm 也不会放过你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再来就是它们最强的拖把移除及升降技术 不明思义它们能识别地毯的位置 也能通过自定义选择你想清洁的清洁模式 像是完全移除拖把垫 可以收掉拖把 还有业界所创的拖把垫升高至10.5mm 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哦 再来就是地毯回避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在清洁时完全避开地毯 避免把地毯拖走 都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的 我去Toucher先了 拜拜 所以这个是要按什么啊 所以你就按旁边拉下来 按这样子 然后踏住 rape 拉下来 哇 这个它现在每间都是走这种保持镜 它现在的巨型是整片从前面到这边 可是它的性能是一样的啦差不多 哇 这个摄像真的是有经验到哦 它的直感手感很好 它握住的时候是那个手的形状 其实不错 不错握 好我们现在开始 它起步很顺一下哦 因为很多地水高还是那种 Performance 车都会稠一点 它的四角很好哦 它看到很外 看到很广 因为很多 Sport 的车上面都很尖 看不到 然后它算是 Grand Coupe 嘛 所以 Grand Coupe 我发现到一个点是 它后面会切下去 所以它后面的窗很小 可是我发现到它这个小 但是又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我们现在踩一下 它是有力 它调载你很快就静一点 啊啊啊 它就给你顺的感觉 所以我有去山地点 它真的是八度牙是吗 啊对八度牙 所以我跑到很快一下哦 它RPM 都在很低 所以它其实比起 2.0 的 我的那样梁人 它蹬身一 哦哦 ok 我怕这道话还有转转显示器咧 这是不用选配啊 还是它来就已经有了 8系列好像都有 我听3系列好像是要选配 哦 我这样其实它给蛮多东西一下的 这个过蹲的那个体验感非常的 有人后面会凹嘛 可是你觉得会跳吗 会跳 就是它是那种舒适性很高的时候 我看我真的是因为它过蹲里面 看那个画面它不会好像那种 什么砰砰的那种 它不硬 可是它要硬的时候又可以 乖 你要硬就按那个Sport 哦哦哦真的可以啦 真的可以 按那个Sport 哦真的可以啦 可是它Sport还是不会到很硬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弹性有在吧 所以它弹性有在 它的整个车包围这都是全皮 它的那个高级感就出来了我觉得 然后你换了这个carbon的那种感觉 它的那个整个车就很年轻化了 哇Extro 啊我们叫Extro 所以你们有发现的话 我们这些路段内都是比较安全的 反正没有靠我什么车 然后我们在这个区 都是比较空一点 拒绝 掉车哦 你没有靠我的银顶 的Vlog也懂 我是慢慢加不了 你有跟我讲过上车的时候 它已经是不像以前传统的 是要拒绝绝它能走回上去的 对它是直接Bootloof你一开 它就直接把你的Apple CarPlay直接拌在那里 所以咯你不用去拒哦 上车就可以了 哇 不稳耶 我该驾大概六十七十啦 加一个短短两间 但是咯就是它快可是我看起来慢 这个意思嘛 它有一点很像穿越 是是是 有点进车的感觉 它的换牙是很像没有感觉这样 所以你会感觉 快了 已经快了 是是是 但是我从12 跳去70 已经是很快了 在短短短的时间 但是它给我感觉 我看起来的样子 是看定着的 就好像有到那个地方 可是它车的大量很稳 它这个真的很稳 它的整个感觉 它的那个车角跟Heading 它不是那种车的大量 要你很笨重的 它是很舒适的 是 因为我拍前面有讲到它很轻巧 它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它也是因为有carbon的车子 就像你讲 然后弄到它整个轻巧 很solid啦 这个车的感觉 我发现到你也是有换这个carbon的fandashift fandashift 对它是一起啦 整个stairling的 全部整个换到完 就是一次过啦 一次过换 你看那个声音 可以按了吗 可以按了吗 可以按了 可以退牙 有这样脆的啊 因为换了那个声音 给我的车 一种是没有声音 一种是有声音 哈?这样讲 这个是F1的换牙的声音 哦 可以这样的啊 它有那个click 那个click的声音是 蛤? 哇老 还有这样子的啊 你要不要那个声音 你要那个声音 就另外加一点钱 等一下啊 你会听看啊 哇 可以上 哇 哇 今天我蛮开心的 就是这辆车应该是出不久吧 是不是 出不久吧 一个月这样吧 因为他们那时候在JB也没有下来 因为我喜欢车 所以就问他 哇这车怎样啊 你改了什么啊 就很兴奋 因为我很喜欢跟扭令就是两个了 在车上 我们讲究是什么呢 舒服 下的人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一个要好 现在的生活要求的东西 其实这辆车会很无法到我啊 我到现在 我还没有一个地方有先去他啦 从JB上来 你的有驾几个? 我下48公里吧 然后一桶油 一桶油125公里 蛤?会有抽28公里咧? 所以很快 我这样其实是蛮 它虽然是V6 可是哦 它不会一次有 这是In-Line 6吗 是吗? 对 不是很懂啊 所以你是要功课啦 你没有通过我的车评论都不专业的 我就是来新格兰啊 有车吧 有车吧 有车吧可以了吗 我要拍车吧哦 你要去看专业你就去看那种 啊对对 我们是喜欢 然后一起去体验 你叫我讲那些什么词汇 我就太好啦 耶 这样就今天 谢谢你们两位的时间 这次的体验真的有让我很快感觉 我感觉到是 它有一个气质在 其实你驾这辆车 你不会想要去飙快快的 哦是 我每次上来就是 诶很舒服 舒服 舒服 我觉得到是你看你们屋子好了 又换一个新车 嗯 baby又要出来了 然后everything 很舒服 很舒服感觉 然后chill chill 平稳的感觉是吗 然后整个就是很顺耶 嗯 顺顺 开心啦 开心 最爱是 好谢谢DataLin 他们今天的时间 还有恭喜他们喜提新车 对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得罪蛮多 不是讲太棒不好 我是只是我本身自己不喜欢而已 哦 可以可以可以 我没有要得罪 因为上个影片应该有抽过百万 你可以得罢了影片 知道啊有啦 我们现在来这边澄清一下 因为我爸是绝对是好的车 绝对 我本身自己不喜欢 对对对 所以我先去我另一半不要驾 不要驾 没有Hatress啊不是讲那个车不好 那个车好 每个车有每个车的气质 只是刚好符合你 对 每个车的性能 不一样 Tap R 也是很稳的 Tap R 转弯是一流的 这个我是无法否认的 这辆都舒服 我有试这辆的转弯跟Tap R 转弯 做人哦 Tap R 你是黏住那个地上 对 感觉稳 它是直接 它是没有那个 它是硬的 它是硬的 它是硬的跳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去原厅 有驾过一次 对所以做人会不舒服 可是我们家人懂很稳的 所以Tap R 跟这辆 是不同性能的车 所以不可以拿比较 就是这样子 我相信如果巴达是 一个很差有钱的人的话 它那辆Tap R 就不会卖 就不会卖 变成肩胎了 而且我现在 我有一点心态 这个实力不允许 我还是很想念Tap R 可是我Tap R 卖给我 朋友 所以我还是可以看到它 尤其是你卖这个车的时候 你爱的车 你就是 我虽然卖比较便宜 至少我卖在我身边的 我还可以看到它 是是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可以来摸摸看看 他还可以借我家 一箱子 谢谢你们 然后下个月就是 你们的宝宝出的 祝你们幸福美满 因为得力达到 他们的IG 还有他们的Youtube 我们回家见 哇 终于回来了 哇 真的很干净 难怪他们讲 我的心事有很厉害 哇 真的 看看一下 哇 哎呀 我要给你们讲的室友 就是他啦 Dreamy L20 Ultra 为什么我会找这个新室友来 因为我最近工作有点忙碌 有时候我就是两个星期 才吸沉一次 还是什么 其实我对一个机器人 我是没有什么了解的 好 自从我认识到这个Dreamy L20 Ultra 过后呢 我看到它的很多feature 很多AI的东西 还有它真正的 这个小弟机器人的那个 advanced的程度 我就明白 哇 我真的是需要 给一个很忙碌工作的我 加上我是一个单身人 没有跟家人住 所以很多地方是我记得它打点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呢 里面有一个很好的feature 叫做PuffMider 因为我家是办公室 然后很多同事都回来到家 然后我家里有很多器材啊 很多那些 我的服装啊 任何丢 因为我们拍摄完了很忙 我们丢了出去就没有回来收拾了 回来就很业了 所以还有一个地方是 它AI辅助我 还可以懂哦 它可以怎样去找那个角落去干净 会避开很多那些器材啊 然后很靠近那些corner 都会少到非常非常干净 加上一个东西是 我一年可能才moke我的家 应该三到四次 所以有时候我家里有很多人来 的时候会feel到我家地上是粘粘的 但是我这个形式有过后呢 它一个好处是 它帮你少了干净一轮 才会帮你moke 那么我过后呢 我跟你讲 对我来讲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工作量很少 就是你把一个干净的水 你放进去 它就有一个桶 是把那个肮脏的水洗出来 就是会洗的moke 所以你moke每一次都是很干净的 去抹整个地上的 还有很多人以为呢 啊 机器人很难打理啦 很多问题其实没有的 就是它已经有一个储存室 每一次回来 它就把全部肮脏的东西 丢进那个垃圾桶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呢 我就是很容易的就是 拿出来 这边有些垃圾 我整个就会丢掉 所以对我们一个都市人来讲呢 我们是一个很忙碌生活 我们需要快很准的人 再加上现在科技AI呢 是可以非常非常发达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去手是很担心 像我刚才早上这样 哇 家里很脏 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回来的时候很放心 好啦 如果你们对这个Dreamy L20 Ultra的兴趣的话呢 去我以下的链接你们可以去看 还有你们期待我下一集会找谁拍我的汽车review的话呢 请comment在下面给我知道 喜欢的我这部影片 分享订阅按赞 我们下一集见 下一次做工了 好 看看 Start cleaning 哈哈 出去了 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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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我真的有听话 耶 拜拜